大家好,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,北京时间5月21日,在曼谷举行泰国羽毛球公开赛,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当中,其中,中国队在混双赛场的表现最为出色,黄雅组合黄东平、王一律和雅思组合正思维黄雅琼全部挺进四强,并且分别镇守不同的半区,因此,只要能够闯过半决赛的考验,就有希望在混双决赛会出。 半决赛率先登场的是雅思组合正思维和黄雅琼,他们遭遇到了自己的老对手日本组合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沙,双方的世界排名非常接近一个高居第二位,一个高居第三位,但是在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,正思维黄雅琼优势明显,十次直接对话取得了八胜二负的傲人战绩,这也是球迷看好他们能够获胜,为接下来登场的其他中国队选手开个好投的原因。 首局比赛雅思组合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,被对手逆转,不过接下来的两局都压制住了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沙,最终以2比1击败了日本组合,率先闯入到了泰国公开赛的混双决赛。 第一局比赛开打之后,这一队老对手就没有任何试探进入到了对攻模式,都希望用最强的进攻压制住对手。 正思维更是在开局阶段,就因为凶狠的进攻导致自己球拍断线,双方都无法建立其领先优势,一直打到了5比5平。 随后,雅思组合因为处于顺风向导致自己连续出界,让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沙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7比5,不过靠着积极的抢往。 正思维黄雅琼再度将比分追至7平,就在球迷期待雅思组合能够一鼓作气反超比分时,他们却连续出现三个失误,再次让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沙取得了10比7的领先。 虽然正思维黄雅琼再度抹平了分差,但日本组合还是以11比10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界限。 比赛重新开打之后,雅思组合一直在场上追着东野有沙猛攻,而日本组合则在抓正思维黄雅琼的结合步, 双方敖战至14平之后,雅思组合开始发威,连得4分之后,取得了18比14的领先,但是雅思组合在领先之后,却突然变得不会打球了,让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沙连得7分,以21比18逆转,拿下了首局胜利。 第二局比赛开局阶段,雅思组合就靠着连续进攻取得了4比0的领先,并且死死压制住了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沙,带着11比3进入中局休息。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,也没有范首局的错误,丝毫没有松懈,最终也以21比8将大比分扳平。 决胜局开打之后,双方开局阶段就紧咬比分,不过在3平之后,日本组合靠着渡边永大的进攻,连得2分取得了5比3的领先。 而郑思维随后也发挥出了自己后场进攻的威胁顽强,将比分追到7平,并且带着11比9的优势交换场地。 虽然日本组合几度追平比分,但雅思组合还是顶住了对方的反扑,并且以23比21锁定胜局。 在另外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,黄东平和王毅律将和东道主、选手德插波和沙西利争夺一个决赛名额,希望黄牙组合也能够有出色的发挥,力争能够和雅思组合会诗决赛,帮助中国队包揽混双冠亚军。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,点赞和订阅,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。谢谢大家,下期节目见。